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今天的论坛 响应联合国国际教育日 全民开讲终结奖案系列 嘿 这样子的法税条件 你敢培育下一代吗 教育是百年大计 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原动力 若能教导学子并持着良心 爱与和平为中心 想并国家定能长治久安 然而我们国家依然存在少数无良的税务人员 贪图奖金制造冤家税单 造成我们国家的法税乱象层出不穷 今天我们邀请了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以及两位身为教育工作者的国生老师 与美银老师 与大家分享他们看到的国家法税制度的问题 以及良心教育的重要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在1995年 有机缘进入太极门跟师父练功修行 到了1999年 第一次跟师父到国外去传递爱与和平的讯息 那一次是去西雅图海洋节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印证 善念的传递不需要语言 因为去的师庸室也大部分都不会讲英文 但是你传达那个爱 是受得到的 一直在过了八九年之后 还有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西雅图的居民 跟他说 我们1999年带去的那个喜悦 那个爱的感觉 他们还感受到 想想 一个爱的传递可以延续八九年 并且不是靠着语言 我从1999年开始到2019年 20年间 我跟师父出国去传递 这个爱与和平的讯息 总共有33次 但很多朋友问我说 斐龙你在经营一家公司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 去跟师父出去 那我的答案是因为 我从师父那边学到一个宽广的心 然后这样的心 让我决定我的生命价值 我不把生命的价值 定位在事业的成功 那我想要这样做 就必须要这个要做到 所以我开始 以前我的公司 是我在做所有的决定 每个人都不需要听我的 我非常霸道 那当我决定这样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我的权利 下放给我的属下 让他们更有更多的权利 然后他们有更多的利益 那后来我把我自己总经理的位置 把它辞掉 让我手下两个人 一个升起来当总经理 一个当副总 然后就让他们的股份比我高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做 那我因为这样 所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 跟着师父出去 到世界各国去传递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爱与和平 那这个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国 很简单 其实要传递一个讯息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 每个人的心中就是 你有良心 有爱与和平 很简单的 从自己去做 就会对自己跟这世界 产生很大的作用 很简单 没有大学问 就是去做 那我在 我从 这个把我的权力放下 到我把我总经理辞掉 这过程不是一下子 过了好几年 但是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我看到了 师父带着我们出去 做这些的作用 它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去 带着这样的讯息出去 很多朋友看到我们 然后他们从刚开始的怀疑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到有一位 当时我遇到他的时候 也八十几岁了 第一次跟他见到外面 到第二次跟他见面 是五年的时间 他跟我讲说 Mr. Lee 我在旁边偷看你们五年 你们真的只有爱与和平 没有别的目的 所以这样的东西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讯息 鼓励了很多人 当然我也看到 有很多放下自己的利益之后 有更大的利益彰显出来 这也一直鼓励的我 我相信也鼓励了很多 很多的师兄师姐 我举三个故事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圣多梅普林西比 这个总统梅尼斯阁下 他是在2001年到台湾访问的时候 有个机缘到了太极门 并且他在道馆 冥想的这个和平中 那因为我每一次邀请这一些 这个贵宾民众的时候 都会请他们要许一个心愿 要为世界的爱与和平的心愿 你看他许什么 如果我们明天就能为 全世界还在哭泣的孩子 做到的话 尽我们所能的 让孩子们笑 你看一个总统 他许的愿不是国家发展 经济发展 他是许的是这一个 让孩子们笑 吃得很棒 告诉各位 更棒的人还在后面 因为他邀请师父 到他们国家去访问 所以师父在2002年 就真的带了地址 刚刚俗尹老师讲的 我们就去了非洲 就去了他们国家 他遇到我们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 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诚心 他感受到我们的诚心 并且他谢谢我们 为世界的爱与和平 所做的努力 还有他讲了一句 他说我记得 我在台北民众的心愿 Four Children's Smile 他还记得 我那时候听到说 他还记得这句的时候 想说真的 他不是许愿的时候 不是随便写一写 还有更美的 在2003年 梅尼斯总统他出国的时候 他们国家发生政变 然后在政变礼平 他回到他们国家之后 他选择宽恕了所有的 这个政变的人 这是很难得的 尤其在非洲这个地方 那当时他们驻台的大使 也跟我们说 当时他看到他总统 居然会做这样决定 他也非常的感动 我想 这是因为梅尼斯阁下 他把他的心愿放在心里面 如果他杀了这些叛军 他关了这些叛军 这些叛军的小孩 欢笑就没了 虽然隔了这么久 来帮这个总统拍拍手 谢谢大家 这个故事好美对不对 第二个故事 这是善意加尔的总统 瓦德总统 他是在2002年 我们去拜访他们国家的时候 他民众 他民众的心愿是什么 你看希望所有善意的男女 都能和平 以建设和巩固世界和平 瓦德总统 他是在非洲 他担任总统的期间 他真的 真的去做他所许的愿 他调停 他帮助调停了 星巴威的内部的纷争 夜门总统也请他去 帮忙调解夜门的内战 他在2008年 他调停了 查德跟苏丹之间 五年的战争 让大家签和平协议 然后呢 让这个战争停下来 这还不是美的 更美的在后面 更感动的在后面 在2012年 他参加第三任的总统选举 当然那时候有很多人骂他 他参加了 他第一轮的时候他胜利 他赢了 但是因为没有过半数 所以他们进行第二轮 第二轮的时候他居然输了 大家知道 在非洲这个地方 大部分是什么 大部分是选举的时候舞弊 然后选后 这个反对者就开始抗议 然后流血 镇压 但是没想到 瓦德总统他在第二轮输的时候 他决定 承认败选 然后他去恭贺当选者 让整个国家能够和平转移 我相信他也知道 他这个和平在他心中碎 他知道如果 他让国家起动乱 就违背了他的誓言 再一次 请大家拍手给这些爱的人 谢谢 第三个故事 我们都遇到总统 不是都遇到总统 因为 真的一个 一个有权力去做一个决定的人 他的影响是千万 虽然我们是小老百姓 我们也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的 这个是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总统 费兰德斯格下 我们都叫他小福子 他是在2005年去纽约 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他特别 接受师傅的邀请 参加师傅所举办的 爱与和平高峰会 他在会中 他冥想的和平中 这是他的心愿 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 能够互相理解 爱与和平可以盛行 他在冥完中之后 他们这个政府官员有一个 后来到台湾访问 就到了太极门 他们跟师傅见面的时候 他就跟师傅讲说 他觉得很奇怪 这个他们总统明完中午以后 他觉得不太一样 但他也不知道说 哪里不一样 你知道 这个 费兰德斯总统阁下 他后来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哥伦比亚的政府军 为了要追捕叛军 就跑到邻国 二瓜多的国内 这个跑到人家国家里面 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造成很大的冲突 那时候 哥伦比亚 二瓜多跟委内瑞拉 差不多就是要打起来 结果 费兰德斯的总统 他用他的智慧 调停三方的纷争 让他握手 坐下来 因为他这一个 他让那么多 三个国家的人民 免于战乱 然后呢 事情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我们在2012年到 巴西 里约去参加 世界永续发展高峰会 那时候我们到那边 又不起而已 遇到了这个总统 你知道他遇到 我们失踪起来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I do remember love and peace 你看 七年之后 他还是把这个 love and peace放在心里面 我相信 每一个领导者 或是我每一个人 我们随时心中 有爱跟和平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会利益众生 这是非常让我感动的 那在 我跟着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故事不断地出现 让我们相信 我们所做的 在世界各地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一直走下去 我知道师傅也在 教我们什么 刚刚属于老师讲的 在台湾我们是受到伤害 但是在任何时候 你的心中都可以有爱 人生是苦 但是苦的人生 你还是可以有爱 那 刚刚讲说 我是为了说 我能够少一点利益 然后让 让我的 这个员工 反而能够有 比较高的利益 比较多的股份 那他们好好去做 那我利益少一点 我轻松一点 我工作剩下 原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但是 很奇妙的 那两个让我 后来升上来当 总经理跟副总经理两位 股份就比我高 他们就哇 带着 公司的同仁 拼命的去拼 所以我虽然比率降低了 但是我后来的这 过去的十几年 我赚的钱都比以前多 还不用做事 所以 生命有很多是放下 因为我才看到更美的一面 我是一个例子 谢谢大家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国际交易日 曾经也是从事 教育工作者的我 希望透过网路 摇表内容 生痛的感触 大家都知道 教育是百年大计 是一切的根本 也是社会进步以发展的原动力 希望国家长治久安 永续发展 想必是从古至今 所有今王最大的愿望 因此 国家的交易宗旨 已方针 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个人更相信 自由 民主 人权 依法制 是现代民主国家 及人民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 个人以为 其中人权 更是重中之重 没有人权 自由 民主 依法制 等同空谈 人权不脏 公民以正义 就不用奢求了 尊重以包容 更别谈了 甚至于 人权的彰显 以否 关键就在于 主事者的良心 唯有以良心为准则 才能 谈人权 谈自由 谈民主 依法制 很遗憾的 个人遇见了 专家 谁者 公认的 遂法 二八事件 少数无良 遂官污吏 制造残害 太极人师徒 半个世纪的假案 已经彻底 摧毁了国家 引以为傲的人权 自由 民主 以法制 在帝王专制时代 皇帝或官吏 穿上平民武装 隐藏身份 维护出行 探访 民情或重案 一直是古代 帝王或官员 青睐的民间 暗访或 刑查方式 因为 这种方式 很容易被人民 认定是 勤政 爱民的表现 讽刺的是 民主法制的当下 二十五年来 太极人弟子 和一二一九 华瑞改革联盟 浪费了 无以计数的时光 和岁月 站在 户 院 局 处 部 会 门前 甚至以 凯道聚集 声势力竭的 沉抗 官员们 竟然可以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更不必说 大街小巷的 揭宣 和发放文献了 大瓦官 徐一秀成说 国家给人民 两大痛苦 第一是刑法 会被关在监狱 另外一个 就是拔毛 也就是克税 依法克税 是政府 必须严格遵守的 法制原则 依法纳税 是人民的义务 很高兴看到 国内在 九十八年 通过立法 正式 实行 国际两公约 包括 公民与政治权利 以及 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 两公约 这意味着 国内的人权 将更为提升 更受尊重 因此 当官员们 在执行 公权力时 对人民财产权 生存钱 工作权 居住权 及自由权 强制执行时 官员们 更应该要 小心谨慎 用非常严谨的态度 来承办裁队 太极温案件 或许 税务机关 紧抓着当初 假税单 假起诉书不放 那么 最高行政法院 三审定议的 无罪 无税 无违缓税间 真计划 总该遵守吧 纵使国税 集案执行处 执意拍卖太极门 到场 一定地 并说归国有 然而 当初 虽然 伪证当事人 死业生 身前 异入的影带 曝光 也该翻案了吧 困给太极门 司徒清白了吧 让太极门 回归修行正道 全心全力 为世界之爱 和平的伟大 哄咽入力 忠心期盼 身为民主 法治国家的公仆们 真正能苦民守苦 解民守苦 并且维护 法税公平正义 落实保障人权 再造国家 未来的诚治久安 谢谢各位 当我在写 谁偷走了 他们的青春 这本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探究了 1996年 台湾社会 是我们台湾 第一届总统民选的时候 为了巩固 某些人的名利 于是就点燃了 一波宗教扫黑 那当时因为办了周仁森电玩案 被媒体捧为司法蓝坡的侯宽人检察官 在太极门案件办大之后 民生又更加的响亮 其实太极门案件 长达25年的法税夹案 其实除了侯宽人 是始作俑者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税务人员为了考基奖金的诱惑 其实持续让许多的税务人员 掉进了民根利的深渊 那为了奖金持续开出违法的税单 他们其实都是过度迷恋 自己的功成名就 不但迷失了自己 其实也伤害了人民 这些违法的 手握公权力的公务人员 不惜耗费了国家的司法 跟行政资源25年 也逼迫了太极门弟子 上万个家庭 培进了25年的青春岁月 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 每次讲到这本书我就哭 因为其实在写的时候都很难过 但尤其 我常常会翻到这一页 叫做请还给我一个爸爸 大家如果手上有这本书 其实可以看看这本书 请还给我一个爸爸 每次看到这一篇 我就想到我的师兄林世民 或许有人认识林世民 就是我跟林世民师兄 其实就是很有机会碰面 那他就是一个很憨厚的人 没读什么书 但是就是很老实的人 一二一九发生那一天 你知道检警单位到现场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凶 然后一堆检警单位的人围着他 然后问他说 你有没有前科 然后这个不只是这样 其实回去之后 那个侯宽人检察官更是可怕 拍桌子啊审问啊 这都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 而且他还 就是当他是罪犯来审 然后还拿他的家人来恐吓说 我们要监视你的家 所以 然后我们要把你抓去关 那其实 每个越老实的人 其实都没有经过 就是你从来不会想过 你会被警察抓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遇到检察官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面对法官 所以越老实的人 他其实越害怕 那也因为这样 根本就没有审 他就把他当作犯人 罪人 还问人家有没有前科 这样来审问他 让他非常的害怕 所以几年后 他就走了 他是抑郁而终 他留下四个小孩 还在念书 一个还在墙堡中 然后留下一个老妈妈 我要讲的是 二十五年 不是时间流过就好 那是血泪 多少人的血泪在这里面 你要还我什么 你国家赔偿 根本还不起什么 你不但没有还 你连道歉都还不够 持续的升官 天理何在 我每次想到这些事情 我就非常的难过 可是我还是要继续讲下去 我要讲的是 我们的社会真的生病了 今天要不是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生病 太极门案件 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主流文化弥漫着 赢过别人 追逐公权名利的 公权名利 然后读名校 做体面的高 做体面 还有高薪的工作 买名车 买房子 这样的就 就是这一些的价值观 成就让很多人 觉得这样比较有自尊 但是这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其实用名利 薪水跟奖金 所组成的外在成功 就跟吸毒一样 大家知道吸毒是什么样子吗 给奖金就跟吸毒是一样的 吸的时候飘飘欲鲜 但是药效非常短 然后药效过了之后 整个心里是空虚跟忧郁的 然后药量要不断地增加 才能够达到原来的效果 毒瘾发作的时候 为了拿到毒品 还要不择手段 所以税务奖金 不但没有法源依据 不能够给 更重要的是 请不要再拿奖金这种毒品 来喂税务人员吃了 这真的会害死他们 有解药吗 有的 把外在成就就改成内在成就 不要跟别人比 自己跟自己比 解药不用外求 就是自己的良心 太极门师父提醒过弟子 一日之际在于晨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生之际在于良心 什么意思 也就是人的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良心 良心是什么 良心就是那颗 excellent heart 是什么 是纯真 善良 正义 爱 等正向的特质能量 所汇聚出来的一颗心 不只厌世带 感到迷惘跟压力 其实在充满公权 名利比较的洪流之中 只要良心被掩盖了之后 就会失去了当人的核心 失去了良心的指南针 就会迷失在人生的洪流当中 谢谢与谈人们的分享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掌握权力之人 对他人的影响相当深刻 背弃良心的贪官物力 又要浪费社会 多少的资源与时间呢 我们衷心期盼 国家的公仆们 能保障人权 维护法税的公平正义 还给我们一个 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 谢谢大家